这是我今年4月份在伦敦咖啡节 亚买加蓝山的展位的时候 拍一张照片 站在我旁边的人是来自亚买加蓝山的咖啡庄园主 当时我在这个展位上喝到了一杯人生中非常难忘的蓝山咖啡 庄园主非常热心地告诉我说 这是他亲手烘焙的咖啡 他在给我展示他使用的烘焙机的时候 我看到他的烘焙机非常简单 他直接把咖啡豆放在炉子里边 下边是夹干柴 直接烧 我告诉他在几十年前我们的爆米花也是这样做出来的 跟他是一模一样的方法 我说你的咖啡的味道非常的特别 醇厚 同时还有一些这种榛子和蜂蜜的感觉 这跟我之前喝的蓝山的味道相差非常大 他一听感觉我不像是一个普通人 像是有点识货的 所以说就非常兴奋 而且还带着一点这种自豪的感觉 给我介绍当时我喝到的那一杯亚买加蓝山PP 我给大家模仿一下他当时的语气 他就很自豪 而且就是很自信的说 bro this is 100% Jamaica Blue 就是他特意的托长了这个Pberry的这个音 我觉得就贼字豪 就是我很好奇平时基本上我们听到或者是喝到的都是蓝山一号或者是蓝山拼配 但是那这个Pberry就是蓝山PP还是很少见的 那于是呢就在他们的展台 那他也跟我分享了很多关于蓝山咖啡的信息 那今天我来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什么是真正的蓝山咖啡 那亚买加蓝山咖啡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咖啡之一 那他特殊的生长环境以及种植的TP卡品种 就造就了蓝山这种独一无二的咖啡风味的特征 那以至于有些人会特意的称呼蓝山种的TP卡种为蓝山 那么亚买加对于蓝山咖啡的界定啊 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的 他必须要有特定种植的范围 那首先呢要满足这四个区域 Saint Andrew Saint Thomas 还有Portland Saint Mary 同时呢还要满足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海拔 那这个海拔呢必须要在900到1700米之间 所以说能够种植蓝山咖啡的区域的面积就非常小 也就导致了蓝山咖啡的产量非常低 那每年呢只有1000到1500吨 那这个产量是什么一个概念 就比如我拿邻国哥伦比亚的产量 2023年哥伦比亚的咖啡深度的产量呢 是1160万袋 那每一袋呢是60公斤 那么他们的产量呢就是接近70万吨 亚本山蓝山的1500吨 对比哥伦比亚的70万吨 那这两个数字你一对比就知道 蓝山咖啡它的产量是有多低 而这1500吨中呢有八到九成是出口到日本的 那所以说呢其余地方的能喝到的蓝山咖啡 真的是去之可数 那比如像这些国家对蓝山咖啡的需求还是很高的 像美国加拿大 英国德国法国 还有就是我们中国 那么我在伦敦咖啡节喝到的蓝山PV又算是什么样的特别的豆子 接下来就是要说一说 亚本加蓝山它的分级的制度 蓝山的分级制度呢有两种方式 那一种呢是按照豆子的大小来分 最高呢是蓝山一号 那接下来蓝山二号还有蓝山三号 那比如蓝山一号 那它的咖啡豆的豆力就很大 而且很均匀 豆子非常的完整 没有瑕疵 那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按照豆形来分级 那蓝山PV就是如此 那PV呢就是PB的缩写 翻译过来呢有人叫圆豆 有人叫珍珠豆 因为它的豆形呢是圆圆的一整颗 那这种豆形呢它的产量更少 更加稀缺 那通常一整颗咖啡树中呢 有5%到10%左右是这样的豆形 所以说呢它就单独的按照豆形来划分 成了蓝山PV这样的一个等级 那在咖啡结合的那杯PV 至今我就觉得它是这个甜美 而且浓郁的风味 那回来之后呢我就寻思着 那是不是有一天能够找到这只稀有的咖啡豆 那我就一直托身边的朋友看 能不能找到这只豆子 真的是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了小半桶蓝山PV 注意看数量啊 只有小半桶 真的很尽力的找了 那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庄园 它是来自Sign Andrew的这个产区 克纳斯戴尔庄园 那这个庄园呢 它已经有两三百年的历史了 所以说在庄园里面呢 还有一个1800年的遗址 那它的海拔呢 是在1000到1250米之间 它位于蓝山种植区域的正中心的位置 那所以说呢 这里的蓝山豆的品质是真的很顶 那我们杯测的时候呢 咖啡的风味真的非常特别 非常扎实的口感 蜂蜜 而且榛子的风味真的非常的好喝 一口难忘 那价格呢 我们也尽量的做到了在这个品质内的高性价比 对于蓝山的口味非常好奇的小伙伴 你一定要尝试一下这只超稀有的咖啡豆 那也希望呢 今天大家对蓝山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Bye